我是吉隆坡中车维保有限公司,201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,是朱基公司海外第一家动车组4S店,先后获得SCS动车组车辆级维保,ETS动车组,LRT三号线轻轨轨车辆等14个项目订单,超过当地轨道交通装备市场85%的份额。 多年耕耘,我们不仅逐步完善了当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,还通过本地化技术输出为当地培养了大批轨道交通装备技术人才。 2020年春节期间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而来,马来西亚政府多次颁布行动管制令,政府、运营商等机构相继居家或暂停办公,而此时正值ETS动车组项目招标。 各项需与业主密切联络的市场营销工作无法有效开展,连标书装订,投标资料的提交也困难重重。 面对如此困境,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前提下,积极跟进当地防疫政策,千方百计通过多渠道,多方式与相关机构保持紧密沟通, 仅凭借一台打印机和简单的封装工具,连续奋战数个日夜完成了几千页标书的打印及装订工作,并最终提交了最具竞争力的投标方案。 我们在服务当地民众的同时,也在积极推进中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。 2014年和2017年,马来西亚冰城等多地遭遇严重水灾,我们捐款50万零吉特,组织全体员公募捐近3万零吉特,成为当时救灾中最迅速,上款最多的中资企业。 疫情期间,我们响应集团公司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号召,向马来西亚交通部捐赠1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,35万毫升消毒液,以实际行动与行企业社会责任。 我们从最初的输出产品,升级到输出产品加技术加制造加服务加管理的发展模式,在为客户提供最优质产品与服务,做好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走出去的先行者的同时,继续秉承一带一路倡议,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,为马来西亚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与中马产业合作贡献智慧与力量。